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观方面 它其实相比于以往还是做出一定的调整 首先呢 中网是由以往的塑料材质变成了现在比较粗壮的镀格装饰条来点缀 再搭配上大磁体的车标 在霸气的同时呢 又增添了一次精致感 而两方圆圆的复古的车灯 同时也增强了它的辨识度 车身侧面变化并不大 又是采用了以往的一个车身尺寸 那么薰黑的轮煤以及车顶的行李下也是增强了它的一个越野属性 但是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尾部 尾灯呢 它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处理 相比于以往啊 中间的这个logo就可以进行点亮了 看起来更加的具有成体感 而下方的大紫寸包围和车头也是进行了一个前后的呼应 这一体是呢 新车在后备箱 它还新增有这个电动记忆后备箱的一个功能 所以当我们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 不过啊 当我们在走到车侧哈 它是没有这个type呢 所以上车就不会那么的方便 这一车呢 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就是在液晶仪表屏上它会出现一个卡通形象的小狗狗 然后移到中控屏的动态效果 这样呢 能够增强我们的互动感和仪式感 并且啊 在车内副驾驶前方这里是有一个扶手的 这呢 也是很多硬派越野车型的一个标配哈 增强了它的一丝野性 包括在门板上方 它这里还有一个绑带式的杯架 整体看起来非常具有越野风范 在配置方面呢 这款车也非常丰富 它是有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以及WHUD台的显示 L2级别的辅助驾驶 还有全景影像透明底盘 以及手机无线充电等配置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 并且呢 在中共屏上方 它是搭载有手机CarPlay 以及手机APP远程控制 智能语音控制系统等功能哈 包括娱乐设施也非常丰富 能够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 在中共屏下方呢 它是有一排的这种物理按键和旋钮式按键哈 那当我们实际操作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包括整个质感也不错 包括这里有一个旋钮式的换挡机构哈 整体操作起来非常的具有质感 而且呢 这种bling bling的闪亮式的颜色 再搭配上整个车内大面积的熏黑的处理 显得它也比较既有精致属性 而且呢 还配备有换挡拨片 整体操作性能有一定的体现 对于一款清越野SUV呢 那这款车它是有着24度的接近角 以及30度的离去角 和最小离地间隙是200毫米 有着不错的通过性 并且呢 在这个新设上 它还搭载有两把参数锁 以及智能电控四驱系统 和8种驾驶模式 新增有草地碎石 以及凹凸路等两种驾驶模式 能够面对更加复杂的一个路况 坐前后盘呢 作为一款紧凑型的SUV 整个空间表现来说 比较中规中矩 不是很局促 但是也不会特别的宽敞 包厢中间采用了纯平的地台 这里呢 还有一个凹陷的座椅处理 整体的通过性还算不错 而且呢 上方还搭载大尺寸的全景天装 能够为我们后排带来不错的通透感 并且在配置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款车也非常的丰富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后排冲条出风口 然后有两个USB的充电接口 包括它还有一个小的盖板 可以进行防尘的处理 这里呢 是有扶手的 那包括像老人啊 上下车也比较方便啊 包括这里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灯 所以在配置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丰富 坐定呢 坐起来不是特别的厚实 但是在腰部的承托性非常不错 很贴合我们人体的曲线 所以作为一款十多万的车型来说 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良心的 再来动力方面呢 2024款的哈佛大狗 它是搭载有1.5T加7DCT 以及2.0T加9DCT的两种动力组合 像2.0T4G版呢 最大功率是175千瓦 最大扭矩为385牛米哈 说实话这个动力可以说是非常哇塞哈 相比于以往的老款2.0T发动机 它是有一定的提升 并且呢 目前24款哈佛大狗它的售价是在 12.39到14.99万之间 说实话作为一款十多万的车型能有这样的配置 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 所以说如果您想要一款具有性价比高 同时呢 能够满足您在城市通勤 同时在户外又能够小影下的这么一款车型 那么这款2024款哈佛大狗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 有趣信和。 因为没有列演的对应 在户外时之间的舞台下吗 我可以说是一样特别有性感 Wild